哈喽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来用LINE设计我们的一个抽奖券 进入到我们LINE Official的这个后台以后呢 我们可以往左边看一下这边的选单 有一个选项叫做优惠券 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来设计我们的这个抽奖券的部分 那我们就来建立一张新的抽奖券 我们呢就用建立优惠券来开始设计我们的一个抽奖券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优惠券它的名称 它可以让我们取60个字以内的名称 那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图片的功能 那图片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设计一张图形 让消费者看起来比较明显 那我们可以点开这个上传图片看一下 它这边呢 它的建议的图片尺寸是640x640 所以我们就来运用Canva来把我们这一张优惠券的图片设计一下 那现在切换到我们的Canva以后呢 我们可以在右上角这个地方去把它建立我们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们把它制定尺寸 那我们就把它输入640x640像素 然后建立新设计 那在左边的饭本库呢 我们就可以搜寻我们喜欢的样本 然后把它点进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替换里面的素材 那假设说呢 我们现在想要给它一份早午餐 我们把它修改一下平凝 好那我们的这个优惠券设计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下载的模式呢 我们可以把它选择PNG或是JPG 那我们就把它储存到电脑里面 然后我们这张优惠券呢 现在就可以把它上传到我们LINE的后台 那我们就切回我们的LINE后台 然后呢 把我们刚刚设计的档案上传上来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优惠券已经有图片了 我们取了我们的优惠券名称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设定我们的有效期间 那假设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抽奖时间不要太长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设定短一点 假设两天的时间 台北的时区 然后图片我们也放进来了 那这个使用说明呢 我们除了它原本帮我们预设的 我们也可以再新增我们自己想要提醒客户的一个文字内容 那进阶设定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启用说它是要抽奖用的呢 还是平常你要发放优惠券使用的 那我们今天来设计 就是抽奖券 所以我们就把它来启用抽奖的功能 中奖几率呢 我们就可以来设定我们想要的抽中的一个几率是多少 那数字越高就是代表它的中奖几率越高 那就取决于你想要给中奖者的数量越多还是有限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如果说你希望比较排行在前面参与抽奖的人 中奖几率比较大的话 你就可以运用这个比较高的中奖几率 然后再搭配中奖人数的上限 假设这次的奖项 你想要发放给最多五个人 那你就可以设定五 然后中奖几率的你就可以把它设为高一点 然后公开设定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选择公开 然后它可以使用的这个次数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限次 看是使用一次还是不限次数 然后以及我们也可以去把它的这个优惠券 去把它设定出它的一个序号 那这个序号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优惠券的名称 我们来把它取80of的一个Coffee 然后优惠券的类型 我们就可以把它选择看你是要免费赠送啊 还是当赠品 或是折扣等等 你就可以把它选择免费 然后按下储存 这时候我们的这一张优惠券 我们就已经设定完成 我们就可以用发送讯息 你可以把它设为加入好友的时候呢 就送它一个优惠券 或者是用讯息的方式去传送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张贴在Line Voom里面 当然你设定为关键字回应的话 它就会自动回复这一张优惠券给它们使用 那分享到社群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复制的方式 然后就可以在Line里面去分享哦 这边比较特别的呢 就是它还有一个可以分析我们优惠券成效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说日后我们可以有分析的这个页面 去看到我们这个优惠券它的成效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选择一个参数 那你可以参数一 你是从FB这边去发放的 那参数二 我们是用Instagram去发放的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有不同的追踪码 就可以去追踪我们日后的一个成效 那这个就是会很方便的去了解你不同的社群媒体平台 它的效果 哪一个是对你的行业会比较有帮助的 那之后我们如果还想要再分享这个优惠券的时候 我们一样点到优惠券的这一个页面来 然后旁边这个三个点 我们就把它按下分享 就会有这个画面出现咯 那记得如果说我们想要分析的话 我们就一样切换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我们就可以获得好几个不同的分析的一个追踪码参数进来 那这边最多我们可以有100组可以去做使用 所以你有各个不同平台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分享 那在日后我们所设定的这些不同的参数 我们可以怎么样看到我们的分析成效呢 我们就在上面的这个主选单的页面 我们把它选择分析 然后这边呢就有优惠券的选项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所发放的这个优惠券的项目 那我们就可以点进去看 看它的每一个不同管道 它所被浏览的一个次数 或者是已经使用的用户了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疑问 我们也会在录制影片 那分享我们这些问题有可能要怎么去解决哦 喜欢我们教学的朋友们 欢迎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